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建屋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由古名這家改建的京都惡寧版雅薩卡茶屋店 是全球第一建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光是聽到這個特色就很想讓人一探究竟吧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跟鮑伯一起來探索這家星巴克吧 京都惡寧版雅薩卡茶屋店就位在惡年版 地理位置極佳 可以當作拜訪清水室途中的休息景點 店家總共兩層樓保留大正時代建築的樣貌 走進一樓是點餐跟取餐區 以及部分的座位區 點完餐之後通過很有古典感 窄窄的通道可以走到取餐區 晚上配上淡淡的打光 更顯現的神秘感 取餐區還有小而精美的庭園 邊等飲料邊欣賞吧 拿完飲料後 我們通過同樣窄窄的樓梯走到二樓 晚上也是打成很簡單的黃光 低調的走廊 隔開二樓不同區的座位區 有種高級日本料理店的感覺 榻榻米的位置真的很棒 有一點可惜的是這個區域有其他人 所以鮑勃沒有辦法把整體拍給大家看 但上網也可以找到很多照片 鮑勃很喜歡這一幅 有清水寺、陰雨瀑布水流所啟發的掛軸 象徵在倒咖啡時候的水流 以及這個很充滿美感的窗戶 在這裡脫鞋子 然後用盤腿的方式喝星巴克的飲料 應該會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另外一個座位區並不採用完全開放的空間 所以很適合跟閨蜜朋友在這裡挑一個沒有人的時間 安靜的聊心室 若話題太無聊 還可以時不時偷看窗戶的二年版打發時間 拜訪這家星巴克最棒的時段是傍晚 除了可以看到還明亮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都結束營業的時候 在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星巴克周邊的特色景點吧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近等約13萬平方公尺 有大安森里公園一半的大小 也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有30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一年版、二年版、三年版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參拜道路之一 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茶店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 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晚上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冬某幾個時段 會有夜間的特別參拜 晚上打光真的非常精彩 有些地方還會有燈光秀 慢慢在寺內走一圈 大家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